蓝白河军乐会谈分手收场了 身为见证人的前总统马英九 被酸事不速之可 事隔几天了 马英九在今天公开露面 看到大批媒体是罕见主动想要受访 却被旁边的人摇耳朵阻拦 那么被问到是否会觉得委屈 马英九则摇摇头微笑表示 一点都不会 今天欢迎总统来到现场 看到大批媒体等候 前总统马英九主动凑近记者 似乎有话想说 终于摆脱见证人紧箍咒 可以对蓝白河畅所欲言 但马英九想抒发心情 身旁马上有人靠近摇耳朵 前总统要受访居然被封口 畏惧蓝白河很委屈吗 小心小心 来继续往前 一点都不会委屈 来继续往前 军越那场经典会面 被郭台铭说是不速之客 马英九把委屈往肚子里吞 反倒是朱立伦不忍了 传出侯友宜在军越 一字一句念出科文者的简讯 是自己的建议 马上严正诚情 是一个必须要在受辱之下 在被曲解或者在被误解之下 所要做的一个诚心的动作 大安最强 大安最强 罗志强 罗志强 蓝白河成为过去世 侯赵马朱涵 国民党大咖分进合集 帮立委参选人浮选 尤其马英九一现身 让不少婆婆妈妈都争相要 合照签名 期待神队友加分效果 原本罗志强也呼吁促成 侯赵配一加一大于二 如今都化为泡影 赵少康是这个蓝营的 重量级的意见领袖 我想是一个很亮眼的人选 那必然有助于 这次国民党的选情 蓝白分手闹江 严禁柯文哲站台 而同选区的对手 苗波亚来势汹汹 将找萧美琴辅选拉台 侯康配对战赖萧配 也在比拼谁的光环 能给小鸡更多主力 记者最后报道